这绝对是蜡笔小星最感人的剧场版 无数人看一次哭一次 其实没有星 我仍然想做你们的父亲 这天广志陪小星去看钢达姆机器人的电影 看完后两人十分兴奋 在电影院门口玩起了机器人合体游戏 然而广志玩得过于激动 不慎闪到了腰 直接跪倒在地上 尽管如此当他回到家时 美牙并没有表现出同情和关心 反而在意的是家务还没做完 以及电视天线还没调好 感到郁闷的广志拄着拐杖来到公园休息 令他惊讶的是 公园里聚集了许多和他处境相似的父亲们 这些人都是既要上班挣钱 又在家里被唠叨的无奈群体 广志这才意识到 现代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如此卑微 就在这时一群脾气暴躁的大妈突然出现 对着这群男人劈头盖脸的训斥 并将他们赶出了公园 无奈之下广志只好带着小星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广志被一位丰满的美容师大姐姐吸引住了 这位大姐姐声称她的美容院 可以治疗各种身体不适 包括腰痛 尖酸 便秘 甚至脚臭 广志一听立刻兴奋地跟随大姐姐而去 并且把小星打发回家 然而刚进入美容院 广志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意识 在昏迷状态下 她完全任人摆布 大姐姐离开后 一堆机器开始在广志身上忙碌起来 出乎意料的是 当广志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腰不疼了 腿也不酸了 不仅如此 她甚至感觉自己跑起来快如闪电 广志迅速赶回家 却不知道美牙因为小星的告状 正等着她回来心事问罪 然而当广志进门的那一刻 美牙彻底被吓呆了 站在她面前的哪里是广志 分明是一个长着广志面容的机器人 当小星拿来镜子时 广志才惊觉自己被改造成了机器人的模样 正当她不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时 美牙用平底锅猛击广志的头部 广志的头竟然掉了下来 然而却未受到实质的伤害 广志为了弄清真相 带领全家人回到那家美容院 不料美容院竟然凭空消失了 无奈之下他们选择报警 但警察搜查一整天后却毫无进展 变成机器人的广志 只要注入燃料就能无限工作 小星更是惊喜地发现 机器人爸爸不仅能将手变成牙刷 还能变身成电风扇 吸尘器等家用电器 整个房子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连电视天线都修好了 美牙都开始怀疑 眼前的机器人是否真的是自己的丈夫 吃饭时小葵注意到机器人的某个部位 他好奇地两手一按 导致机器人失控先翻了桌子 这一幕让大家意识到 即便是机器人也会有失控的局面 最终机器人广志被赶到外面过夜 隔天一早 小星的幼稚园举办了一天的户外教学 要求家长也一同参加 巧合的是 他们的目的地正是一家机器人工厂 广志听闻后非常想去 但碍于他现在的机器人模样 没办法出门 无奈之下 广志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扛起一个汽车外壳 悄悄地跟在幼稚园大巴车后门 很快一行人抵达了目的地 一家全自动化工厂 在这里工作的都是智能机器人 所有的工作程序都是预先设定好的 工厂里的景象 让所有人都感到新奇和惊讶 这是一个机器人主动上前为几小只介绍 提到工厂里有一部神奇的电梯 声称只要搭乘这部电梯就能变成大人 吴小只毫不犹豫地爬了上去 那个机器人也紧跟气候 然而当来到尽头时 却发现电梯前方是一处断崖 他们拼命往回跑 却根本跑不过电梯的速度 就在为吉时刻 一台起重机正好在运送建筑器材 吉小只赶紧跳到了器材上面 而引路的机器人重重地从高处摔下 这一幕恰好被躲在汽车壳后的机器人广之看见 同时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被困在起重机上的几人 家长们焦急地大喊着要救孩子 老师也在原地慌乱不已 但却无计可施 因为工厂里全是自动化的机器 眼看几小只即将掉落 机器人广之立马丢掉了掩护用的汽车壳 凭借自己的机器人身体 剑步如飞地朝孩子们的方向奔去 在几人即将落地的那一刻 使用高速旋转的双腿 一个接一个地就吓了他们 在机器人广之的帮助下 最终都平安落地 虽然他成为了大英雄 但广之请求几人保守秘密 随后便挥手离开了 只有小新知道 那是自己的机器人爸爸 几位妈妈们飞奔过来 纷纷抱住自己的孩子 美牙也猜到是广之在暗中帮忙 虽然回家后广之字不提 但美牙是第一次打从心底接纳了他 这要曾是演员广之 机器人也没关系 你是一个伟大的爸爸 自从有了机器人广之后 美牙的家务负担轻松了许多 之后小新也向众人介绍了机器人爸爸 他很快成为大家眼中的超级爸爸 为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去上班 广之穿上厚厚的衣服 化了浓妆 看起来与平常无异 令人惊讶的是 广之的工作能力突飞猛进 他搬运东西毫不费力 甚至能当其口意 如此优秀的工作效率 让他赢得了同事们的崇拜 然而就在某天 小新在路口遇到一个大姐姐 他给了小新一个机器胡子 表示拿回去给爸爸戴上就能变得更好 于是小新带回家给广之戴上 没想到戴上胡子后的广之性情大变 变得高高在上 对待家人非常严厉 他宣称从今天开始 这个家由他来做主 第二天 不可一失的广之依旧故我 他大摇大摆地来到公园 鼓励家中地位卑微的父亲们奋起反抗 这些备受压抑的爸爸们 很快将机器人广之奋为精神领袖 没过多久 三位蛮横跋扈的大婶 推着婴儿车闯入 他们依旧目中无人 立声要求父亲们离开公园 然而 这次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弹 这些往日唯唯诺诺的爸爸们 此刻静硬气的距离力争 很快春日部爆发了激进事件 爸爸们纷纷要求提升家庭地位 提出设立男性专属节日 甚至开通男士专用公交车等荒诞的要求 爸爸们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这场闹剧很快惊动了春日部警局 然而局长认为这不过事件小事 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但是这些曾经卑躬屈膝的爸爸们 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后 甚至要求父女和孩子们 见到他们时必须跪下 面对局面的急剧恶化 局长终于坐不住了 只好指派手下段段员 处理这起案件 此时在一旁的阴暗小巷里 小星找到了小伙伴们 讨论该如何摘掉爸爸脸上的神秘胡子 他们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有小星用他的屁屁动作 来吸引机器人广致的注意 面对这样无理的挑衅 暴躁的广致怒不可恶 小星成功地将广致 引入了狭窄的巷子 接下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屁屁大战 拉开序幕 面对眼前众多的屁屁景象 困惑的机器人广致一时 难以分辨哪个才是真正的小星 他的程序开始混乱起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小星几人抓住时机 迅速地拆下了那神秘的胡子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胡子被摘掉后 机器人广致并没有恢复 反而变得一个失去理智的傻子 与此同时在远处的天台上 一个神秘的大姐姐 正暗中操控着广致的行为 引导她走向了一个老头身边 原来这个老头 竟是整个阴谋的幕后主使者 她创造机器人广致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让那些懦弱的男人们 提升自己的地位 然而此刻的广致 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老头决定无情地毁掉她 可怜的机器人广致被摧毁后 接着就是被运网废弃回收场 小星毫不犹豫地 跳上了运网报废场的车 就在机器人爸爸 即将被投入熔炉时 小星成功地拔下了爸爸的头颅 背着机器头颅准备逃离 不料他闯入了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房间 里面挤满了与机器人爸爸 相似的机器人 这时小星看到一个扫地机器人 便将广致的头安装在上面 渐渐地机器人爸爸 恢复了一时 当看到周围这么多 与自己酷似的机器人时 机器人广致也不禁大吃一惊 但围机四伏容不得他们多想 父子俩继续向下一个神秘房间前进 令人费解的是 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水球 像心脏一般有节奏地跳动着 小星立马认出了水球中的身影 那显然是真正的野员广致 小星迅速按下按钮摧毁水球 他将神秘的紫色液体吐出 真正的广致终于清醒过来 目睹这惊人的一幕 机器人爸爸脸上浮现出 不可置信的表情 原来当时广致虽然在美容院失去了意识 但大脑仍然保持清醒 眼前的机器人只是那些幕后黑手 复制了广致的记忆 然后将这些记忆传输给了机器人 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人会以为自己是真正的广致 然而现在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 为了安全脱离险境 机器人爸爸将头安装在博士 新研发的身体上 尽管遭受了博士的穷追不舍 三人最终还是逃离了那可怕的地方 他们来到了人群吸壤的市政府门口 此时老头正率领着一大群男人包围这里 威胁市政府提高男性的社会地位 这时美牙挺身而出 毫不畏惧地面对眼前的庞大人群 要求老头将她的丈夫和儿子归还 因为有目击者亲眼看到老头拐走他们 可老头怎么会承认 还企图挥舞拐杖攻击美牙 就在拐杖即将落下之际 机器人广志上前揪下了美牙 顿时老头和机器人广志展开了激烈的波动 在肉搏过程中 广志通过触感惊讶地发现 原来老头竟然也是个机器人 既然如此广志决定不再留情 施展出一招威力强大的冲击波 一举击败了老头 迫使他露出了真实面目 见大势已去 狡猾的老头慌张地飞走了 留下一片混乱的现场 没有领袖的男人们不知所措 原来他们一直被两个机器人所操弄 不禁怀疑这一切行为的正确性 此时美牙见到广志非常开心 老公 美牙 美牙 老公 雨滴落在机器人广志的金属手掌上 尽管她感受不到冰凉的触感 心中却涌上一股难以形容的压抑 她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 难道自己真的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机器人吗 回到家后 两个完全不同躯体的广志坐在一起 为了争夺一家之主的地位 而展开了激烈的变味 最终演变成一场紧张刺激的班手腕大赛 人类之躯的广志 自然难以抗衡机器人坚不可摧的金属臂膀 表面上机器人广志赢得了这场较量 然而 当美牙上前关心真正的广志时 无声地宣告谁才是她心中真正的丈夫 就在这时 她坚信只有这样 国家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然而 小兴却一眼戳穿了局长的真实处境 尽管局长装出一副冷酷无情的样子 其实在家里根本没有发言权 这句话狠狠地刺痛了局长的内心 原来这位表面上事业有成 相貌英俊的局长 在家中却毫无地位可言 生日时妻子和女儿 甚至不等她回来共进晚餐 饭后还要她洗碗 为了维持家庭和谐 她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 就连她生殖的喜讯妻子也默不关心 正是这深深的怨恨和不甘 驱使这局长要改变整个国家 让所有像她这样的男人 都能重新掌握家庭的主导权 话音刚落 小星就毫不留情地嘲笑局长 被激怒的局长为了教训小星 命令手下把机器人广志带了出来 在她头上安装了一个邪恶的控制器 并操纵起机器人广志 只见机器人广志毫无表情地将小星举起 随即拿出一盘成堆的青椒 强迫她吃下去 美牙和广志露出惊讶的神色 平时小星可是连带着一丁点肉末的青椒都不碰 更别说是这样的纯青椒了 然而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为了唤醒被控制的机器人爸爸 小星竟然将整整一盘青椒都吃了下去 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每个人 同时也成功地唤醒了机器人广志的意识 父子俩紧紧相拥 但危机并没有解除 愤怒的局长随即操控机器人老头发起攻击 一大群机器人也将众人团团围住 广志也陷入了包围之中 千军一发之际 广志使出了她的必杀技 无敌臭袜子 威力惊人 竟然一举击退了机器人大军 这时小葵看到大姐姐耳朵上的宝石后 忍不住跳了上去 我的耳朵好痒哦 不行 因为太性感了 我要逮捕你 最终那个神秘的大姐姐被抓不起来 然而狡猾的局长依然沉着冷静 她操控机器人老头准备发射巨大激光炮 然而就在发射的瞬间 小星突然在局长身上爬来爬去 搞得她手忙脚乱 导致机器人开始胡乱喷射激光 所到之处进成灰烬 最终导致整个基地崩塌 千军一发之劫 机器人广志带领所有人成功逃到了地面上 正当众人以为危机已经解除时 却惊恐地发现一个更加庞大的机器人缓缓升起 原来这才是局长的终极武器 他企图靠巨型机器人来改变国家男性的地位 这个机器人不仅身体肩不可摧 而且还能发出诡异的歌声 让所有听到的人瞬间瘫软无力 合体了 怎么了 那是什么 是抖音光波 抖音 光 连机器人广志的冲击波 对巨型机器人毫无作用 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 机器人广志将遥控器交给了小心 随后便飞向了附近的一栋大楼 机器人广志使出了惊人的技能 竟然复制出另一栋一模一样的大楼 并将两栋大楼变形成一个大屁屁 大屁屁开始不停地追着巨型机器人 试图将其碾压 在一番追逐战后 局长的大机器人终究难逃厄语 被这个大屁屁狠狠地压在了身下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这场惊天动地的战斗 终于划上了据点 局长和博士很快被断断远警官逮捕归案 然而小星一家 却在满目创意的废墟中 寻找机器人广志 当他们终于找到机器人爸爸时 他早已经残破不堪 甚至断掉了一只手 损坏程度已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 两个广志打算做最后的了结 面对两个爸爸的拼搏 小星选择一起加油打气 随着西洋缓缓沉落 机器人广志也完成了他的使命 大对决机器人爸爸的反击 从广志作为整部故事的主角 他作为一个父亲及丈夫 即使变成了机器人 那份对家人的责任感和爱意却从未改变 当机器人最后与广志般手腕时 听到美牙加油的那一刻 他主动选择了放手 因为他已经认清并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即便如此机器人广志 依然是一个完美的爸爸 是什么定义了一个人的本质 是肉体还是精神 是记忆还是情感 当技术发展到 可以完美复制一个人的意识时 我们该如何看待人的概念 那么这次的蜡笔小心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喜欢 还希望大家给我免费的赞 或者帮我按按底下的订阅 赞数越多更新越快哦 那么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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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